嗨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那我現在在富山板子這邊 然後我現在準備要去泡湯了 然後它的通道很特別喔 它是這種很復古的這種通道 給大家看一下 一切都很有設計感 然後呢走下去之後呢 感覺就好像是要去另外一個秘境喔 對 然後我現在速度再稍微加快一下 好 大概是這樣 就是有很多那種 發呆庭啊可以讓你在這邊放鬆休息 我泡湯的地方就是往這邊走 右邊 就可以到那個湯屋 請問一下你說那個裡面的那一間名稱叫什麼 這邊是香木 香木 喔好 然後它是適合三個人以上 對對對 了解 好 那如果說我之後還要來的話都要先預約嗎 對 最好是打電話預約會比較就 提前幫你準備好湯這樣 喔 那你們這邊是這個就一間嗎 有三間 有三間 好 那這個是我今天泡的湯房 開箱囉 哇 一進來啊其實你就可以聞到那種很濃濃的那種就是檜木的香氣 然後呢你們看 它的外觀啊給人家的感覺 很有那種巴黎島度假的風格欸 我覺得很不賴 然後呢 再往前走的話 就是它有附兩個簡單的小躺椅 然後上面有一些簡單的衛浴設備 對 然後呢這個是他們有附這個 一樣是有附一個浴袍 這個是我今天選的湯屋的房型 叫做香芋 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看 一進來 我一打開來之後 它就有那種就是檜木的香氣這樣撲鼻過來 然後呢 它的池子其實不會到太小 兩個人泡剛剛好 然後它用的是這種很簡約的風格 那種原住民風格的感覺 還不錯 這種就是很簡樸的設計 然後又很有質感 我覺得這一間還不錯的是 你們看我後面 你看 你邊泡湯可以邊欣賞那個山景欸 後面我後面那邊 對 然後呢我給大家看另外一個視角 看出去的樣子 那我來分享一下今天泡湯的心得 這一家我覺得 真的很棒 因為它算是烏來比較新的一個泡湯的地方 然後它是 跟富蘭果有合作 對 然後我覺得它還不錯 就是它附的這一個甜點啊 下午茶也很精緻欸 你看結合在地啊 就是這邊 特色的那個小吃 你看它這個是他們的山豬肉的漢堡 對 很可愛吧 然後它有附他們的小蛋糕 我來吃吃看它這個吃起來的感覺 好吃 肥瘦的比例很剛好 然後 邊泡湯啊 邊看那個 山景 然後享受這個 很棒的下午茶 我很推薦這個地方 我很推薦這個地方 就是 很讚 旅行 讓我們因為世界之美 而默然 卻也將我們變成 說故事的人 勇敢追夢 去做自己 喜歡的事情 人生 從我們離開舒適圈的那一刻 才開始 無來 好好玩 好好玩 無來